接著請蔡佩惠委員質詢 尋答時間為15分鐘 謝謝蔡副院長 那麼要請蘇院長 蘇院長 館長你好 館長 館長 應該是差不多吃飯時間了 所以我想請教你說 如果我們的飯食有三色度 一樣也有些蔬菜 當然也有漬一些肉 你覺得來吃飯好嗎 好 但是菜食你覺得讓小孩吃 有適合 有的真的不適合小孩也不吃 對 就是因為不適合小孩也不吃 我來講給你聽 我們台灣的營養午餐 一天有170萬人在吃營養午餐 但是因為營養午餐有差別 我們剛才看到的是台北大安區 它有兩家團散的提供 我們再看 這是在南島的仁愛鄉 是自己提供 看起來一樣 都是有菜有飯 但是如果主委來看 你會發現說 是人愛鄉的肉在哪裡 蛋白質在哪裡 好像一個洋蔥炒蛋 如果要蒜的話 酸菜麵腸 喝一喝可以算一下 但是你看大安區的 有橙汁排骨 有炸物雙拼 這是一個團散提供的 另外一家團散有提供壽喜燒肉 有提供美式炸雞流 你有沒有覺得 同樣是小孩在吃中島 城鄉有差距嗎 我們是補助弱勢 這實在說起來 生在什麼地方 都很難 很不公平 有的是 不想吃 有的是吃不飽 是呀 尤其是 這樣說起來更可憐 因為我來自上山的地方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 照顧在山區 應該是有最好的食材資源的地方 但是他們所無法提供適合的食材 坦白說 小孩吃營養午餐 不是只有城鄉差距而已 營養午餐有非常多的問題 全台灣就是現在 三千五百多個國中小學 一百七十萬個學生正在吃 他們要面對多少個問題 剛才我說的是 都市跟城鄉的差距 但是我覺得都市跟城鄉的差距 我們不只看菜式的差別而已 它裡面最大的差別是說 誰來自家 運輸的成本 食材從哪裡來 這是都市跟城鄉 還有為什麼學校 能夠用在營養午餐的預算 有這麼大的差別 待會我再來跟你說 差別在哪裡 另外 還有最重要的 也是我今天質詢的重點 就是說 我們學校營養午餐 要立法還是不立法 還是可以散落在各個要點 我們現在有13個相關的計畫跟要點 來規範營養午餐 另外 營養師 他是我們學生營養午餐 營養午餐 營養師嘛 當然我們要講學校午餐 比較符合我們現在的用詞 但是我要說的是 總要有健康的把關啊 總要有食安的維護啊 但是我們的營養師 有夠嗎 請有夠人嗎 坦白說是沒有夠的 以前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要去確認菜色 我們要了解他的這個公餐的 合理合法食材要到位 我們要有人來做這件事 而且誰來做你知道嗎 學校沒有專業編制喔 通常是老師來兼任 叫做午餐秘書 但是他要登記食材 他要確認食材的來源 但是呢 他並沒有辦法減少足夠的授課時數 他不是說工作很重的啦 而且向來豬家 我不太想用廚工 可是目前我們的法規講的就叫廚工 我覺得是料理人員 他有秉極的執照 這是我們的規範 但是他的收入夠不夠 坦白講不夠 甚至於他甚至於寒暑假是沒有薪水的 所以廚工的流動率很大 另外針對都市地區的團散 我們是不是要有上限 就是不能夠是以低價標 我們要有一個合理標 而且我們也要知道團散業者 他的設備可以供應多少 而不是只要禁標就可以 那針對農村地區的 針對偏鄉地區的 營養師的配置可不可以跨校和平 然後偏鄉地區的公餐 可不可以從設備到運輸到食材 有一個機制 但是我認為教育部還有院長 要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我剛才說的 單價不覺得不是慶財公公的 左邊這個表格是107年6月29 國教署提供的 雲林縣32塊 連江60塊我們就不說了 台北51.4塊 108年的報紙提供的 連江已經提供60到70了 台北50到60 然後雲林是35塊 所以差別是1.6倍到2倍之間 那更何況 往往我們會把公餐的錢 先放在人事設備運送 所以呢 之前有發生過 地方的材料成本 是低於20塊的 甚至於還有更低的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 我們不只看到 唉唷 學校有餐好吃賣吃 這只是一個表面的問題 我們要去理解 它後續的制度 整個的機制出現什麼問題 就來講營養師好了 目前的法規是40班以上 才要設營養師 光是以40班以上的學校 就已經缺了138位 也就是四間學校 有一間是沒有請營養師的 這個還是以41個學校 是大學校喔 小學校都不算喔 如果我們再把全台灣 3000多個學校 170萬個學生 用人均數去平均的話 4200個學生 才有一個營養師在把關 而且我必須要講 這是我用學生數跟學校數來算 可是目前教育部怎麼提供的資料 都是以40班以上的人數 我覺得這是不合理的啦 那再載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午餐祕書 因為他要食譜要設計 要管理訓練 要招標 要管理廚餘要處理 還要填午餐的相關報表 補助的申請 農委會四張EQ的登錄 種種種種的事情 就一個老師 或者是就一個營養師 或者是就一個校護來兼任這樣子 那但是呢 你兼任有沒有加緊 抱歉 所以流動率非常高 另外剛才也有說到的廚工 也就是我們的料理人員 他的薪水很低 而且現在已經很積極在做的 通常年紀也比較長了 馬上就遇到一個問題 他穿到的時候要怎樣 人不夠的時候誰來煮吃 所以我必須要講 這種種的問題 反映在學校的午餐 就是一下子是這裡食材出問題 一下子是那裡登錄出問題 一下子是這裡營養把關沒有人 所以我覺得 我們不要再讓營養午餐 特別是我剛剛第一頁放的裡頭 有三色豆 為什麼很多三色豆會出現在菜 因為以後出力嘛 他也可以炒飯 他也可以做菜 他也可以煮飯 但是 通常也是因為他比較熟 就是蘿蔔玉米跟這個大豆混在一起這樣子 剛剛我在來質詢之前 我又去調了仁愛香今天的中午的菜色 喝喝啊 看到三杯雞 可是我看到這個菜色 坦白講 我心裡是有一點點 無奈跟惆悵的啦 我們為什麼要讓孩子們 因為生長的區域差別 他受到的待遇就不同呢 所以我必須要講 我們努力讓無營養午餐成為170萬個學生美好的記憶吧 請您來回應 謝謝委員關心血統營養午餐 這個營養午餐因為是屬於地方自治事項 所以隨著各區域跟地方政府財政的不同 所以有各種不同的情況和各種不同的形態 那現在為了讓孩子能夠多 非常的得到軍人發展 教育部也掩尼在相關營養午餐的專法 來做進行 看能不能用全國一體照顧這個美意的良法 那這個還需要經過相關立法的程序 完成草案才能送給貴院 但我們總是現在經由都管的機制 希望孩子們能夠在成長過程中 不但得到相同的照顧 而且很如委員剛才說成為美好的回憶 好 謝謝院長 但是我必須要講要加快速度 因為這幾年持續的來跟教育部討論 但是我們一直等不到營養學校午餐的專法 然後一直到這個會期開始 我跟我們教育文化委員會的委員 連開了兩場公聽會 找了營養師 找了家長會長 找了很多學校的校長 一起來討論 我覺得教育部跟院長要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我覺得這樣的公聽會未必只在我們台北的立法院開 應該各縣市的狀況我們要搞清楚 我舉一個例子 日本他在1954年民國43年就已經有學校給司法了 韓國在1981年 換句話說都遠超過我們三四十年的時間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讓制度完備 這個制度完備其中一個最關鍵就是 不要再把營養午餐 對不起 學校午餐推給地方政府了 因為現在的地方政府就是各地的裁員狀況都不一樣 我們應該來確保一個基礎的裁員給予的支持 另外日本 我去看過他們的學校午餐的供應 他們是聯合幾個鄉鎮設置一個專業的設備 那他們委外經營 可是這個設備他們有兩個人在這裡管理 一個是營養師 一個是財務管理 就是要讓確保這所有的經費 是用在這個學校的午餐的食材跟合理的供應 那這件事情我們呢 你來看台灣 現在除了學校衛生法這個法規之外 接下來不管是消費合作社的管理辦法 午餐補助辦法 點心販售範圍 總共13種在規範這個 所以剛剛您提到說 對要提 那我現在要問你 時間要不要加快 什麼時候提進來 我們今年我們這個會期一定會來具體的條文審查 一定會尋答跟條文審查 我覺得午餐很重要 教育部應該加快 我跟委員報告也謝謝委員關切 因為委員所召集我們機場的工聽會 其實可以讓這些內容來更切合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 那教育部基本上現在已經在這個草案上來做著手處理了 那麼預計我們在五月會送到行政院來做 然後院會審查再兩三個月 然後接下來又下個會期又要預算審查 所以這件事情就無疾而終了啊 所以可不可以再加快 而且我們不會等教育部 我們不會等行政院 這個會期我們就要逐條來討論了 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想 因為我們在充分的討論之下 這個內容其實已經大致完成 在速度上我們再來加快 因為當然主要這裡面剛才委員談到要處理這些問題裡面 包含營養師還有能不能在基礎上 像一些屬於學校在營養午餐所會出去的行政管理的費用 這部分如果能夠做一個比較好的設計 委員當時在擔心的城鄉的差距 孩子實際上吃到的 我覺得光是誰來把關孩子們的食安跟健康的營養師的門檻就太高了 為什麼要大校40班以上才聘呢 如果說我們現在可以建立一個機制是 假設還沒有到你的標準 不管將來的標準是20班25班30班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也可以來聯合聘任啊 只要有聯合聘任 不管是在這個鄉或這個鎮 有一個聯合的教師 就會有2930所耶 他們能夠得到合理的這個營養把關的一個專業的把關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要做 五月要提我覺得都太慢 但是不管怎麼說呢 我們就是要來建立學校午餐的法制化 那在這個過程呢 我也要來跟院長來討論 城鄉差距不只是學校午餐而已 過去我就注意到 而且完全是數據來說話 這是體育署提供的數據 全台灣3642間學校有1265學校三分之一喔 沒有活動中心 沒有體育館 沒有風雨球場 三個都沒有 請問下雨 這些很皮的孩子要去哪裡 只能關在教室嗎 另外 我們都覺得說 我們應該有合理的讓孩子們 或者是讓大人有運動的資源 但是所有的體育經費都集中在六都 以及 之前我就關注了 我們的貧窮線 因為我們的地價稅調整 所以我們的不動產的額度 如果你是之前就取得低收入戶或中低資格的 可以隨著微調 可是你是之後申請的 他就用限制 這個是不是應該檢討 我很快的來講 一個是六都 你光看這個曲線 你就會發現 體育經費最多的 往上高攀的 就是這六都直轄市 然後呢 剛剛講三分之一的學校沒有風雨球場 而這些呢 偏偏都是體育選手發展的一個基地 所以呢 我必須要講 如果我們能夠好好的 在體育設施生活陪伴 給予偏鄉跟原鄉跟不三不是 就是基於三層跟都市之間的學校支持的話 我們才能夠看到他們很好的表現 給予適當的支持啊 這些事情 麻煩院長再回應 好 我想 真的 這個 很多的不公平 這個 隨著 城鄉或者是出生的地點的不公平 我們都是這樣看到啦 所以真的 我政府之一 今天 在特別的目的目的 需要的 是 所以 曾相共 法復拜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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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